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29日 星期六 最近每逢一看關於股市 樓市 經濟 新聞 都令人心寒 怕怕的 本港樓市交投持續萎縮 有傳媒報導中原集團想裁減10%的人手 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 樓市交投少 樓價又回落 生意大幅減少 根本養不到那麼多人 那是不是真的炒10%的人 問他是不是炒10%的人 施永青又否認 其實就不是裁員10% 10%都沒有 前線員工的數目每天都上上下下的 施永青又說 今年頭10個月 集團只有2個月有盈利 其餘的月份都是虧損 都不知道這個狀態還要維持多久 至少要等到交投量回升 營業額才會有好轉 根據資料的顯示 中原地產在香港的前線和後勤員工 接近有6500人 阿施生 阿施生 很等於沒有答 那是不是10% 不要說你裁員 不說你裁員 那有沒有流失到10%的員工 是不是真的會少了 你都不斷以表達來聽聽也好 回答這些官腔 至於另一間的代理行 即地產代理 美聯物業就說 他也沒有計劃裁員 美聯住宅報行政總裁報紹明 就說 近2個月 即9月10月 公司自然流失了都接近400人 但是同時也請回100人 主要來說都是其他行業的人 轉行的加入 那100人裏面 主要做前線 其實所以實際 他們這一排都是美聯物業 就是減少了300個員工左右 看看人家答得多大方 這樣不是清晰很多 是不是 參考地產代理監管局的數字 本港地產代理人數反覆回落 今年的9月30日為止 全港持牌代理有41594人 比較在今年的1月份 42317人 就少了723個人 如果簡單單單 即是很簡單的 計算9月份的代理人數 和物業註冊量來計算 平均要9個地產代理去欠一張單 現在說的是足足一個月 整個月 都是9個代理 只有一個法使 那當然我覺得有些可能 4萬多人入面 難道全部都是前線嗎 全部都還在做嗎 那倒不一定 我覺得 但是數字簡單就是這樣計算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人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謝謝